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原來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有一班民建聯的落選人組成了一個組織 叫做議會監察 他們今早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在會上他們質疑 民主派舉辦的和理燒活動涉嫌違法 民建聯的副主席陳鶴峰就說 在網上看到民主派的年宵活動 斥責他們 你是否用政府的地方和議會的撥款 做商業活動 這樣就違反了議員的公權力 於是他就呼籲政府要立即作出監察 又說這些和理燒活動有機會是違法的 市民要想想才去參與 實情他裏頭的言論和論點 很多都是無理取鬧 我們歸納了幾點 第一 他們批評這些活動帶有政治色彩 比如在葵聰邨落敗的 民建聯李宏峰怎麼說呢 他就說你這個和理燒活動 就是獲得葵青區議會的贊助 但是那張海報上面 就有一隻具有明顯政治意味的連登豬 即是連登的豬頭 那隻公仔 他就質疑了 區議會的撥款是不是應該涉及政治宣傳 他就指出了 你這個和理燒活動舉辦場地 是葵聰邨的平台 是防署地方 究竟防署批出的時候有沒有違規呢 他又說到 在當主的招募文件當中 就要填寫會不會願意捐出活動的案金 給612人道基金 以及升火同盟等等 他就質疑 你批出檔口的時候有沒有篩選的 這個民建聯副主席陳鶴峰就說 如果沒有篩選怎麼會問 這些費用明顯會用在哪些地方 政治目的就很明顯 我想解答一下你 首先你說那隻連登豬 本身只是一隻公仔 豬頭公仔 每一個論壇都會有 他代表的人物 代表的卡通公仔 根本我不覺得他有什麼政治意味 是你握下去 這個政治意味 就算是有的話 你就算買連登的人 連登的豬有什麼意味 你告訴別人 他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五大訴求 代表港獨 那隻豬是 代表什麼 你說他有政治意味 有什麼意味 你講不出來 是不是 這些人是多餘的 還有 如果那些根本一般的大眾市民 沒有上連登的 就是有一隻豬頭的公仔 是不是 有什麼意味 就當是普通卡通公仔 所以提出這些質疑的人 本身顯示得出他是很沒有質素 好的水皮 還有他就說 別人 在當主招募文件當中 問別人願不願意 捐出那個按金 給612基金等等 就說是有篩選 有沒有篩選 很簡單 鄧小平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你民建聯找人去入籍申請 去這個和理師 看看給你擺檔 就知道你有沒有篩選 笨蛋 你在這裡講講 有什麼用 試一下他 是不是 試一下你自由黨 經民聯 全部入籍申請 公聯會 大家鬥申請 我就不相信 是不是 如果你那麼多建制派的人 去申請的時候 一當都不批人 這樣就有篩選了 是不是 你去試 你自己都不試 說人家有篩選 真是笨蛋 嘗試了先 如果有篩選 我和你一起罵他 剛剛 你不去嘛 浪費 第二他就是質疑人家黃埔的年宵 租金太貴 為什麼 這個民建聯的樂拜人 叫做邵天雄 質疑鄺保賢和關家倫主辦的黃埔年宵 每檔的租金要3000元 就懷疑涉及商業性質 主辦方未交代過資金是怎樣運用的 而且租用紅磡碼頭的用地的時候 政府部門應該想清楚 以及要審查一下他的用途 好了 原來鄺保賢副主席 他是有一個回應的 他到底怎麼說呢 他就說 租金基本上只是能夠 交到申請臨時娛樂牌照 以及場地保安的費用 目前仍然跟不同的部門協調當中 他就說 在公共地方 搞年宵 屬於區內的第一次 希望搞得好 受到居民的歡迎 才有機會可以延續下去 並且是為了使用區內的公共空間 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他們在招募當主的時候 也有作出嚴謹的選擇 他就說 商品比如那些PP青蛙公仔 一定要有代理的證明才行 他就批評民建聯的投訴是與民為敵 不想市民開心 其實這次搞年宵市集 主要是因為政府不搞 這個就說得非常好 他就是填補了你這個 食環處年宵的不足 是不是 你不搞在先 你玩攬炒在先 別人就搞出來 作為一個替代品 給市民來參與 是不是 你在說那麼多話 人家只是 夠交那個租金 夠交申請牌照 猛炳 對嗎 3000元 你不適合你自己交一個 民建聯 至於這個3000元是不是貴 用不著你落選人來 擔心 那些當主會自己想過 如果交完3000元出去 根本上是無利可逃的 自然 鄺保元副主席這件事 就會拍烏鷹 沒有人參加 不需要你質疑 貴還是便宜 是不是 第三個質疑就是 前中西區區議員楊學明就說 這個山城年宵 沒有就住售賣小食和商品 去申請牌照 還說有些街坊就向他反映出些擔心 擔心什麼 就說你山城年宵 這樣在樹擺賣 會不會影響我自己店舖的生意 我交了租 好了 他還有一件事擔心 他就說擔心正街街的斜道 就會造成危險 老實說 這些質疑到底有沒有水平 這是沒有申請牌照 別人說得很清楚 張啟恩議員就說 過去舉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都會申請臨時娛樂牌 他就說這次的年宵場地 是不會有任何錢銀交易的 所以是不會申請小販牌的 也不會賣東西吃 所以不用申請食物牌的 你真的知道嗎? 這樣出來開記者會 你問了別人的回覆 才出來質疑別人 真的 還有就是什麼呢 根本上 影響那些生意 別人說了不會有金錢交易 怎麼會影響那些店舖的生意 還有他說擔心 政街的斜道會造成危險 這些就是無理取鬧之極致 是不是 政街是斜的 就是人都知道 大家走路的時候 就小心點 他擺一個檔灘和不擺一個檔灘 根本上會增加了什麼風險 你告訴市民 是不是 你擔心什麼 擔心他擺一個檔灘 山城年宵 就會那個檔灘因為斜道而滑下街 還是怎樣 還是本身這條街是很窄的 你擺一些東西在這裏 市民會被擊傷 還是怎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單止是政街的問題 在平地搞不一樣是有問題 所以你是沒有質素 是無理取鬧 你不要硬在這裏堆砌 那些原因出來 在這裏罵人 真是 那實際上我覺得 監督現任的區議員 是絕對好事來的 是公民義務來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做 不單是你這班 樂選人組成的 所謂監察議會的組織去做 一般的市民都應該去做 這件事 我絕對是 到底監察一下 他的撥款是怎樣批的 或者批了什麼活動 或者區議會大會內 討論了什麼內容 這個是絕對好事來的 只不過 就不是 無理取鬧 而且質疑別人的論點 毫無水平 違反 疑犯 麻煩你民建聯 學你自己的黨口號 就實事求是 一些 現在你給人的感覺 是什麼 一堆小子輸不起 發爛 就以為撿到寶 有這樣的蛛絲馬跡 就可以批評別人了 麻煩你們 痛定思痛吧 喂 當時胡錦濤前主席說什麼 說叫你們總結經驗 查找不足 其實這次你們也應該要這樣做 吾日三省吾身 你有沒有反省過自己有什麼問題 你進來就在說別人那些連珠 你有沒有到底想過市民覺得你這些 那些討論是很低B的 第二樣的就是 他們的想法和主流民意 真的完全脫節之餘 還要離地 市民在目前 只是想過年的時候 有一個序角點 大家在這裡遊樂 在這裡玩 填補了你食環署的年宵不足 對於你的所謂什麼程序 申請牌照 或者什麼 是完全沒有人有興趣 我想你問一千個人 有九百九十九個人 包括那些藍絲 都對於你一個活動 要申請什麼牌照 或者要有什麼程序 是毫無興趣 是零興趣 這些有什麼人有興趣呢 正正就是你這群驅佬有興趣 不要把你們自己的思維 放在市民那裡才行 這些什麼牌照 什麼程序 是你這群驅佬才有興趣 而且只有你們才會去主動理解 如果你認為這群新科議員 是做得不足的 就直接向政府部門投訴 要不要開記者會出來 又說別人的活動是違法 根本沒有人有興趣 對於你這些什麼程序 申請什麼小吃牌 什麼什麼牌照 相反牌照 沒有興趣 你問一下市民有沒有興趣 但是別人搞活動出來 別人就有興趣去玩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第三件事就是 你麻煩問一下自己 你自己在位的時候 你最少這群人在任四年 過去幾年為什麼你不想想這些活動出來 只是搞那些什麼千歲宴 只是現請自己區的老人長者 是不是 或者現請老人院的人 或者是怎樣 搞那些什麼國慶的酒會 回歸的酒會 你有沒有搞過這些活動出來 你自己不搞就眼紅別人搞 酸葡萄別人搞 就好像不值得別人搞到那些活動有聲有色的 不如你問一下自己過去在任四年期間你搞過什麼活動 是令你感到自豪 是令市民對你留下印象 是不是 現在和理燒就最好 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將那個對象 受眾的範圍 確保到最大 根本上是最好的 用有限的資源 serve 到最多人 根本上這個就是好的 這是概念來的 你自己當年不做關人鬼事 你就下屆努力一點 選贏的位置你自己做 是不是 不用恨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